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各位介绍的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尖六园 尖六园代表了江户时代大名庭园的风格 它是一个属于回游式的一个庭园 在逛的过程没有绝对的路线可以逛 那里面就是种了一年世纪不同景色的一个花草之类的 那庭园内可以拍照的点是很多 但是我感觉逛这个的感觉也说不上来 我还是觉得逛台南公园会比在这边逛的感觉会好一点 或许是我比较爱台南的关系吧 好的,不会话多说了 那走上来的时候先看到尖六园的一个告示团 之后会往斜坡往上走 就会看到这边一个售票店 有些游客在这边等着就等着他们带团的导游 帮他买入门的门票 这边是要买门票进去 逛个公园还是要买门票 这是在日本的一个感觉 那门票呢,种类有分为 有在园区逛还有园区中间的景点逛 还有另外的景点的费用 两种票价不一样 但是我想一般导游带来这边可能只有买在园区里面逛的一个门票而已 那从那个售票处之后呢 走进来之后呢,就一路走上来 就好比在逛公园的感觉一样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就用音乐陪伴各位 由我拍摄的影片 让各位看一下尖六园里面的景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逛到这里我稍微的补充一下 尖六园它的地理位置是位在金泽市的中心 那它跟那个另外两个名园是共称日本三大名园 另外那两个是一个水户接乐园 还有一个是岗山后乐园 那这个尖六园它本身占地大概有11万平方公尺左右 遥寇的园区昏布的有一些小景点 那这边春夏秋冬其实有不同的风情 但是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正好是冬天 好的那我们就继续逛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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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